全國 Elon Musk 稱將創建Truth GPT 來對抗 AI 偏見 Elon Musk 在星期一晚播出的節目中表示 計劃創建一種代替人工智能 AI 模型Chart GPT 的方法 並稱之為Truth GPT Mask 認為Chart GPT 有自由主義偏見 擔心其正在接受政治正確培訓 計劃用自己的 AI 來反擊 Mask 是主張對 AI 進行監管的忠實擁護者 曾在上月簽署連名公開信呼籲暫停所有 AI 的研發 他稱 AI 比汽車或火箭更危險 並表示 AI 有可能毀滅人類 當年來,Mask 對人工智能表達了強烈的看法 並駁斥了 Mark Zuckerberg 和 Bill Gates 等技術領導者 他認為其對該領域的理解有限 他認為其對該領域的理解有限 Mask 曾是 Open AI 的早期投資者 亦即是Chart GPT 背後的初創公司 天下衛士記者編輯報導 天下衛士記者編輯報導 Mask 感谢观看